每次搭飛機的時候 好多人好喜歡在飛機上吃泡麵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隱藏版的口味 我第一次吃是在飛機上 然後我在泡泡麵的時候 姊姊就走過來說 Honey啊 你喔 這樣泡泡麵很無聊啊 來來來 姊姊弄給你吃 然後她就弄了一次 我覺得說 天啊 怎麼這麼好吃 聊天室 不要鬧了好棒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打開小鈴鐺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菜 大家有看到今天我桌上的白色嗎 沒錯 泡麵 欸 奇怪 泡麵能幹嘛呢 每次搭飛機的時候 好多人好喜歡在飛機上吃泡麵 你喜歡在飛機上點泡麵嗎 你沒有坐過飛機耶 你沒有坐過飛機 沒事啦 等那個疫情結束之後 我們就坐飛機 然後呢 我還曾經碰過就是 好像到某一個季節 某一群做保險的人 他們就會辦員工旅遊 通常都是飛那種羅馬啊 巴黎啊 之類的 然後他們都是從台灣先飛到香港 然後再從香港坐飛區去 巴黎或者是羅馬 在這同時他們可能 整個團隊會有 二三十個人 只要時間一到 全部的人 就會開始點泡麵 那這邊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 短班呢 基本上就是沒有泡麵這項服務 但常班有些航空公司是有的 有些航空是沒有的 那剛好呢 我們公司自己 有出我們自己的泡麵 那泡麵跟我今天選的這一盒非常像 有點像Chicken Noodle 在經濟場啦 那商務商當然不一樣啊 味道就像你在便利商店買的 你在便利商店都不可能買雞汁泡麵啦 但在飛機上大家都要吃這種泡麵 有的就會自己帶 不同泡麵要你幫他泡 只要有一個吃 然後全部人都要吃 所以呢 這時候啊 我們就會請上面的姊姊 幫我們打電話機長是 把那個Sea Bell Sight亮起來 亂流的時候 熱飲 熱食 不能吃 除了除了粥以外 所以呢 我就會說 不好意思喔 這個我們Sea Bell Sight已經on了 所以可能要稍微等一下喔 一等就是早餐了 有的之前亂流都是假碰子 最可怕的是 一般人都會說 喔好沒關係 他可能是真的餓 但是那一團旅行團 他們就是堅持 所以我們要早餐也要泡麵 真棒 泡到手軟 所以泡麵在飛機上的魅力很大 但是我是可以明白 就譬如說你去看電影 就可能一定要吃 爆米花 爆米花 或者是他們的吉拿棒之類的 好 我今天選了一個跟他很像的泡麵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隱藏版的口味 但是呢 事先我要跟大家警告喔 其實我們空姐自己有的 自己發明的 而不是端出去給客人這樣的 所以以後當你們能搭飛機的時候 不要去跟空姐要說 喔我們看了天才小姐的影片 他說有這個口味可以加 他是不會做給你的 這是我們自己做的 因為我覺得空服員都非常的有才 所以泡麵 我們都是怎麼吃的呢 好 現在我們一起介紹 我們現在我們的產品就是 一般的雞汁泡麵 再來就是很重要 在飛機上有這種很小罐的 卡巴斯克 然後飛機上也會有檸檬 所以我們會拿這兩樣東西來配合它 口味出來會像什麼呢 它就有點像那個 東央宮 泰式酸辣湯的麵的感覺 然後我第一次吃是在飛機上 然後我在泡泡麵的時候 姊姊就走過來說 Honey啊 你喔 這樣泡泡麵很無聊啊 來來來 姊姊弄給你吃 然後他就弄了一次 我就覺得說 天啊 怎麼這麼好吃 如果大家想要體驗的話 你們可以自己買這三個材料 自己做做看 我們現在要準備來做囉 然後把它打開以後 我們就要把這個 塔巴斯克 我們知道那個量 如果小的塔巴斯克 我們通常就是加一罐 那在這邊我就加一定的量 然後再來呢 我們就要加上水去 熱水倒進去 OK 熱水倒進去之後呢 我們要下檸檬 啊你切檸檬怎麼切這樣 你是會切檸檬的嗎 啊 不會擠檸檬很難擠的話 我們可以打個叉子 稍微擦一下 你買這檸檬是沒有汁的檸檬 怎麼辦啦 我是會被氣死 哇賽 好 我試試看把它擠一下 有啦有啦 有一點汁啊 你真的讓我做很多勞力 你知道嗎 這在飛機上我會掐死你 好 就差不多酸度可以自己 你可以加一加再試試看 然後自己調整 然後就把它攪均勻 攪拌均勻之後呢 我們稍微把它蓋起來 然後等一下 吃吃看 哦 冬夭公 因為它很特別是 它完全就像你去吃泰式酸胺糖的那種口感 很奇怪 這個我吃沒有用啊 你來吃 冬夭公 你吃過冬夭公吧 沒有 你沒有吃過你要怎麼比較 好吃都好吃啊 你要喝一下那個湯 可以再就是 就是有一點表情嗎 它有一個那種 就是那種檸檬酸酸辣辣那一種 而且它 它是 完全是 泰式酸辣湯的味道 然後它又跟那個台式的酸辣它比較不一樣 台式的會 吃到後面會膩的那一種 然後它是清爽的感覺 嗯嗯嗯嗯 對不對 所以我在飛機上 有時候我們就會自己 用這個然後做來吃 然後客人都不知道 結果那個機長把那個燈打開 客人把泡麵給你之後 哇 你們空姐全部吃光棒 沒有啦 不能幫他們做泡麵啦 然後會不會有人很失控 我今天就是要吃到泡麵 你不給我湯也沒關係 而且我這時候要吃泡麵 你幫我泡好湯倒掉 會嗎 幫我泡好湯倒掉這個 這個我還沒有聽過耶 但是這樣應該是可以 因為它就是不能有湯 湯上水水的 學到了 亂講一通 好 你可以回去了 欸它是真的好吃的耶 而且要把它曬乾 泡乾什麼 不是就是把它 太燙了太燙了 我想說曬乾 好久沒吃到這個味道 大家可以自己買來試試看 大家切記上飛機 千萬不要跟空姐說你要這樣夾 沒有在賣這個東西的 這是我跟你講的小秘密 但是你想做也是做得到 因為我覺得 它味道跟飛機上的那個泡麵味道 基本上就是87% 所以 這就是我們飛機上的小秘密 空姐 基本上呢 在飛機上也會發明出一些不同的餐點 我覺得這是求生意志吧 就 你一直飛就沒有什麼變化 然後突然之間 他們就會發明一些什麼 用餅乾 然後加上牛奶 然後再加上一些 糖 巧克力 對巧克力 因為我們有巧克力粉 然後把它融掉 然後做成布朗米 放進烤箱烤 然後還有這個泰式泡麵 好啦 下一次 我們就來聊一個 也是跟泡麵有關的 飛機上 空姐在出泡麵 有時候你就會覺得 欸這泡麵好像 怎麼比較淡 這個泡麵怎麼怎樣 我跟你講那些泡麵之中的一些奧妙 啊各位空朋友們不要討厭我 我已經警告他們說不可以這樣 我只是想告訴他們說 我們也是非常的 創造力非常的夠的 這張飛機不准給我這樣亂點泡麵喔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呢 跟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分享 訂閱 打開小鈴鐺 然後把這個 這麼棒的訊息 傳給你身邊的朋友們 大家掰掰 大姐 摹要在那邊 你不要來 你說對切再對切嗎 不是耶 它是這樣子耶 哇 這是 Zentri 這樣我要怎麼擠啊 最近 還有一顆 我在對切 還有、還有一顆啦 不是 我剛剛看它切 我就 Pero 為什麼你的對切 跟我想的 對切 哪有 檜嗑長這樣的 拜拜